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妹 今天给大家介绍两款佛牌 这款是艾凯天童 是一个葫芦的 另外一个是一个戒指 我们待会打开看一下戒指 我们就先来看这个艾凯天童 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是圆装的妙盒 我们打开 打开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一个招柴葫芦 然后有那个 像一个西柴这样子 左右两边 它是有艾凯的 我们打开看一下 那我们放进 它是一个龙亚色的 龙亚色的这样的一个葫芦 那这一尊呢 是大法废开光起伏 是2563年的 瓦帕塔撒拉蒙 这个是妙名 那可以看一下 那我们看一下底部 底部就是这样子 简简单单的 那我们看一下侧面 这边这个是什么 鸡对吗 招柴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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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也是在采运方面 也是非常厉害 非常好的 那我们的鸡鸡 那我们的鸡鸡 就是天铜 天铜的功效是可以保柴运顺利 还能够增加柴运 你也能够招揽生意 让生意能够更好 它也能够保护这个供情者 供情这一尊附生符的就叫做供情者 那如果你有的时候跟他许愿 他也会快速的让你达成愿望 就是成愿非常的高 非常的好 那当这个供奉者有危险的时候 那他也会去帮忙去挡住危险 那有的时候 那有的时候可能有一些恶灵 不好的磁场缠绕住了 还是怎样呢 那古曼这个天铜呢 他也会帮忙你去解决 帮忙把这些保护做得更好 让这些人不可以靠近你 那也可以看到他除了艾凯呢 还有招财机呢 还有这样的秧啊秧 经文秧 左右两边都有这样子哦 底部也给大家有看过了 那这款呢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那么可以来供情 这颜色也是非常的精美啊 非常的好看 绿色跟金色啊 这样的一个搭配 对吧 就是也是非常好看啊 而且他的功效也是非常好 大家都喜欢的啊 招财运帮助财运哦 有喜欢的 注意朋友们快点来咯 那点点订阅以及关注啊 我们每每天做一些好事啊 日行泥山啊 这个也是帮助到 我们也可以帮助到大家的功德会更多 谢谢 我们就来看第二款吧 来我们看一下第二款 第二款就是这样的一个戒指啊 戒指呢 这个是有原装的这样的一个妙盒的啊 这样的一个妙盒 那我们打开看一下 那我们打开看一下 它是这样一个这样子的啊 打开之后是这样子的 拿出来 这是这样的一个紧简单单的 这样的一个 竖面的这样的一个戒指 啊 戴进去这样 这个可以调尺寸的嘛 哦 这个这个不能调 这个不能调 这是一个正圆 正圆 啊 我的手真的是非常小的啊 你们就这样子 大家看一下吧 啊 我的手是真的非常的小的啊 那我们看一下里面 它是这样的一个内外啊 内外都有这样的一个经文符文在里面啊 这款的话是啊 龙婆蓬大师傅开光起伏加持 这是一个招财戒啊 招财戒啊 把你的钱财套住 能够保钱财不漏啊 二五六三年的啊 二五六三年的这样的一款 它是一个啊 里外 里外都是这样的一款 一个经文的 嗯 大家看一下 里外都是这样的一个经文 这个是可以帮助财运啊 赠财偏财啊 赠财偏财 还能够帮助身体健康啊 还能够帮助身体健康啊 来看吧 龙婆蓬大师傅 现在已经九十多岁了啊 身体还是不错的 还是很健康的啊 他很多时候他祈福 他都是 哦 都就是自己还能够亲自的去祈福啊 嗯 另外 都这样的一个经文 招财戒指啊 你们带的话 可能带中指啊 带第四个指头都可以 我的话是太小了 这个台字的话 它就是用铜的啊 台字就是用铜的啊 然后它的话 这个颜色就是这样子 哦 哦 也就是如果你们日常佩戴的话 它也不会 不会说我说雕塑这样子啊 来 再看一下外面的经文吧 外面的经文 外面的经文 大家喜欢的话 可以来共请啊 可以来共请 上面有我们的联系方式啊 有联系方式啊 点点订阅 点点关注哦 谢谢大家的支持啊 OK 我们今天就看到这里哦 如果你们还有想要找什么 什么牌的话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 好不好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